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第六行看起 第六行 最后一句 有菩萨 按住六波罗密多 常为邪见 盲鸣有勤 作发照明 一吃此名 常以自照 乃至无上正等菩提 我们先看这一段 佛再次地教导我们 既然发心学佛 尤其是修学大臣 这就是菩萨 菩萨心要按住在六度上 大臣经文上常常告诉我们 这个设法界就是因果不空 波罗经上教给我们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这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六道十法界 是因果变现出来的 如果没有因 哪里会有果呢 那么由此可知 既然有六道十法界这些四 那个四象是果 果必有因 这个道理 与四十真相 我们一定要了解 所以古时候 宗门里面 有一条公案 叫野狐禅 这个是白杖大司的公案 唐朝时候的 那是说 在过去 有一位 修学 这个学佛修道的人 曾经有人向他请教 大修行人 还落不落因果 他的答复是不落因果 以后就多这个狐狸 出生到了 出生到了 堕落在出生道 在出生道 做了五百年的狐狸 毕竟呢 他还是个修行人 大概修行功夫还不错 所以五百年之后 这个狐狐狸又练成人形了 那我们叫狐狸精 那是变成人形 这就遇到白杖大师 他非常苦恼 没有办法脱离 这个出生道 于是他就向这个白杖大师请教 他有个问题 就提出了 他从前人家问他 这个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 北杖大师说 你明天来 明天来 明天我上堂说法 你来把这个问题当作大众提出来 然后到第二天来了 这是个老人 年岁很大了 一般人不认识他 北杖大师认识他 他是个老狐狸精 他就提出了 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 北杖大师给他改一个字 大夫的 大修行人不媚因果 你看他的不落 这是不媚 一个字 所以一个字错了 多五百十一也呼声 这个公案就从这来 那么第二天呢 这个老狐狸在后山 就死了 拜杖大师带了一些出家人 到那里去给他收尸 给他火化 按到出家人这个头绪的方法 给他火化 告诉大家 他是个狐狸精 前世就是大夫人家 错一个字 多了五百十一也呼声 年祝福如来 在六道十法界 硬化 都是因果 哪里没有因果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 所以说佛法是运营生 运营当然有因 当然有果 世间法 世间法 就是设法界一正 壮业 世间法 英国 出世间法 我们看到华颜镜上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西方极乐世界 仕途三倍九品 如果要没有因果 哪有这些事情 没有因果应该平等的 你有仕途三倍九品 显示出这有高下不平等的 那当然有因有果 所以要知道 世法佛法 设法界 业正法界 都有因果 因果不空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正因为因果不空 所以诸佛菩萨 才法大事愿 要普度众生 那个因果要是空的话 那还度什么众生吗 他还法什么愿吗 没有必要 所以要晓得 因果的道理 那么佛给我们讲 社界 社法界这个因 非常复杂 因缘都非常复杂 就像华颜镜上所说的 无量因缘 任何一法 他的成就 都是无量因缘 正报 则一毛孔 一报一微臣 尤其 扩建起复杂的程度 那么在这样复杂因缘当中 哪一种因缘最重要 把那个最重要的一条找出来 佛在教化众生常常用这个方法 佛说 在世界里面 佛法界是平等性 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你要能修平等心 你与佛就相应 平等 就是无量寿金 金体上所说的 清净 平等 这个是成佛第一个条件 要真正做到平等 必须对人 对死 对我 不但没有执着 而且没有分别 你有分别 就不平等 真正把这个分别执着 完全离开了 这个与佛法界 相应 也就是说 佛心先前了 成佛的心 菩萨的心是六度 心里面 常常存着 不失持戒 任辱精进 禅定 薄弱 这是菩萨 菩萨 常存持心 常心持道 把这六条 在日常生活当中 完全都做到了 那叫行菩萨道 所以这个地方讲 佛菩萨安住 六波罗弥多 菩萨的心 安住在六度里 我们顺便 我们顺便呢 把这个事发界下面呢 也略说说 虽然这经上没有 常识 原则是十二因缘 是十二因缘心 深文 我们常讲阿罗汉 是四地心 这个我们常讲叫四圣发界 四圣发界里面 四圣发界 再往下去就是六反 六道反复 六道里面最高的是天 天人是十善心 佛经里面有十善业道经 修十善 这才能升天 升天最要紧的条件 是十善 欲界天要靠十善 色界天 无色界天 都要以十善为基础 他们再加上禅定的功夫 不能说只有禅定的 不必修十善的 那个错误的 没有那道理 如果他修禅定 他的心情不是十善 他那个定是邪定 那个定修成了 也是变成妖魔鬼怪 不会变成色界天 无色界天 不可能 所以十善是生天的基本条件 人道是无界 这里面 这里面还有一个阿修罗 阿修罗也是修的十善 所以修十善 共高傲慢的心 好胜的心 没有离开 所以修十善的心 所以修十善的变成阿修罗 下面三我道 我鬼是贪心 地狱是晨慧心 出生是愚痴心 愚痴就是邪正是非 搞不清楚 往往把他搞颠倒了 这叫愚痴 那么这是实界最重要的条件 此地是将菩萨 菩萨心存六度 修行六度 下面一句 传位 邪尽 莫名有钱 做法照明 菩萨跟小城不一样地方 菩萨是主动地去帮助众生 不像二成人 二成人 你求他 他帮助你 你不求他 他不会主动来找你 菩萨是主动来找你 常为 常常为那些邪见的众生 为那些盲民的众生 有钱就是众生 盲民是指的愚痴 并不是真的 他瞎了眼睛 不一定 他有眼 他见不到四十真相 有耳 他不能辨别邪正 这个叫盲民 这个叫盲民 邪见的想法看法错过了 那么当然他就要造作许多的恶业 造恶业自然就要夺到 菩萨灵民这些人 常常为这些人做法照明 这四个字 就是以善巧方便 开悟这些众生 照明就是开悟 帮助他开悟 帮他破迷开悟 一吃次罚 常以自照 他也常常用这个方法 自修 自行 自行化他了 都用六波罗蜜 这个六波罗蜜 怎么自行呢 断自己的烦恼习气 就是自行 你比如布施 布施是血财 血污帮助一切众生 这是利他了 自利是把自己 坚贪的烦恼断掉 直接是受罚 受罚 当然能够帮助这个社会 有秩序 帮助这个社会安定 这是对社会很大的贡献 可是他对自己呢 是消除自己的卧习气 一些坏的毛病 用这个方法来对治 所以这个里头 有自行有化他 用这个来自照 把自己的烦恼习气 照破 《般若心经》里面说 照见无云皆空 乃至五上菩提 五上菩提成就近的佛果 菩萨就用六度的方法 来成就五上菩提 给注意说 振得无上菩提的方法很多 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 五两法门 菩萨用六度这个法门 六度里面 或者用一度 任何一度 都可以达到 一度里面 还是其他的度 以一度为主修 般若经商这么说 华严经商那些大菩萨们 做榜样跟我们看 他的用意 就是教我们 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容易陈就 戒定会 然后你才有方法 做法照明 戒定是方法了 会就是照明 才能真正做到 自立立他 这次法照明 存不实力 是菩萨 由此应远 于主佛法 常得献起 这一句 特别强调 这个方法 决定不能失利 一定要有耐心 持之 有痕 有痕 才能成功 那么现代人 修学最大的缺点 就是没有耐心 确确实实 是邪尽盲明 佛在经上 感叹 这位 可怜明 这一句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是非邪正 不能辨别 哪是真法 哪是假法 你没有能力辨别 记得过去有一年 大概是十年前 黄念族老爵士 到美国华府 美国的首都 他到美国 直去那一次 住了一个月 他也是密宗的上司 也是净土宗的传人 那个时候 我在底西 有一些同学来 给我说 他们从中国 请来一个上司 来灌顶 我就笑笑 说用不住了 你们老是念佛就好了吗 何必还要搞这些名堂呢 我就问他 你们秦的是什么人 他说秦个黄 黄老爵士 黄上司 黄念族 我一听说黄念族这个名字 他很熟 当时想不想了很久 才想到了 从前在台中 黎炳南老爵士 提过这个人 有这么一个人 黄念族 梅光系的外孙 夏连居的学生 我就问他 是不是梅光系的外孙 夏连居的学生 他说是的 我说那很难得 你们赶快把他请来 那我就知道是 这个人不是骗人的 那他倒是个真正的 善知识 他有私权 他的老私都非常难得 所以到了美国之后 我们就联络上 他在美国 也给这些 喜欢学密法的人灌顶了 他把灌顶的意思说出来了 这个仪式 那个形式不重要 形式你在三宝面 上司面前 上司用手里头 拿一点水 他在你头上弹两弹 那就关了顶了 那你每天洗澡 那个龙头上 大灌顶 比那个舒服多了 所以你要懂得它的意思 你看我们平常收三规 收三规一事很简单 很隆重 你有没有真的规心呢 谁知道 我跟你这么一念一说 你就得三规了 不简单 你要真正发心才能得到 你不真正发心啊 这个是假的呀 不是真的呀 但是形式没有实质 实质上这个灌顶是标什么 顶啊 这个灌是慈悲加持 慈悲加持 顶是佛法里头最殊胜的顶 佛大慈大悲 用至高无上的佛法 传授给你 这叫做灌顶 那么你一旦是一关 你是不是至高无上的佛法 马上就得到了 如果真得到了 如果真得到了 那没错 你这个灌顶很有价值 我听说 在美国灌顶的时候 一般的价钱都是 五十块美金起码了 如果特别殊胜的灌顶 那价钱都很高啊 那一灌 你是不是就开悟了 你的业障是不是消除了 如果果然有这个效果 我早就去了 我不落人后啊 实在讲的时候 钱都冤枉花了 灌完之后还剩烦恼啊 那可见的时候 这个的佛法是讲 甚至不重心事 行事无关仅有 最重要是实质 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黄老朱斯在美国 也跟大家讲无量手机 我们用的是同一个版本 夏老朱斯的汇集本 那是我们两个见面很欢喜 因为在全世界 弘扬这个本子 就我们两个人 那是非常讨厌 诸位要晓得 无量寿经 你从头到尾念一遍 就释放一切诸佛如来 给你灌顶一次啊 你都不晓得 诸佛如来给你灌顶啊 没有收你的灌顶费 如果你真懂得这个道理了 这个阿弥陀佛六字鸿鸣 你每念一声 就是阿弥陀佛给你灌顶一次 这种殊胜 还得了吗 这里讲的邪见盲明 你就知道了 想想看自己是不是这个人 被人骗了都不知道 我在迈阿弥陀佛 跟我旁边一些同修就告诉我 他说法师 你在这个地方收皈依 这个收费收多少钱呢 我说收皈依哪里还有收费的 他说不收费人家瞧不起你 收费越多啊 大概就越灵啊 我说我不收费 他说我不灵我就不灵 我不能随着他的邪知邪见 我们要如法 我们不能被他破坏 那就看过人的缘分了嘛 所以这个一定要想得 菩萨用这个方法 就是六波浪 或者是全用 或者是用其中的一种 存不实力 不但是一生 他这个心呢 安安住在 安安住就是不动摇啊 不会见一丝千 不会常常去改变 那才叫安住 不曾失离 不但一生 不改变 这真的是一门神如 而且是生生世世都不改变 成佛之后还不改变 这个我们在经典上看到 太多太多了 成佛之后 他还用他过去 那个老办法了 来教化众生 大师至菩萨 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你们看了眼睛 大师至菩萨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从初发心 一直到成佛 就用这一个方法 真的叫老实念 老实的标准是大师至菩萨 这是标准的老实人 从初发心 一直到成佛 没有改变 就用这个方法 他自己成了等觉菩萨 也在设放时机 独化众生 像观音菩萨一样 应以佛生而得度者 他就信佛生 他信佛生 教人也是老实念佛 他不教别的方法 别的方法 有别的佛菩萨就教 他只教他这个方法 所以许许多多菩萨 成佛之后 他不识一心 他在音地里用这个方法 用得很熟 很习惯 还用这个方法 表演给大家看 还用这个方法 教化一切众生 这就是 存不实力 是菩萨由此应允 于诸佛法 常得掀起 这个诸佛法 诸是多 此地这个诸佛法了 不可以把它看作 一切诸佛的方法 你这么看就错了 法就是一切法 我们穿衣是法 吃饭也是法 一低头 一举手 都是法 没有一样不是法 你在这一切法里头 不迷了 去耳不迷了 就叫做佛法 佛是觉悟的意思 一切法里头觉悟了 住就是一切的意思 是处是间 一切法里面 你大彻大悟了 长得掀起 掀起一个大觉的作用 那就是菩萨行 那就是菩萨行 波若波罗密是真实的智慧 是空有两边不住 那你这个三叶醉 当然就消除了 这个一定道理 三叶醉 虽然有罪因 可是没有缘 没有罪缘 你那个罪业 不会起现行 那么这一句也是教给我们 消除业 消除业障 如果再做不到 还回过头来 老师念佛 你要知道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与波若波罗密相应 再看下面一段 由菩萨安诸 波若波若波若波罗密多 能成圣志 前面一段 说由菩萨安诸 六波罗密 这一段呢 是由菩萨安诸 波若波罗密 主要下等 按住波若波罗密 前面五度 比定具足 前面五度 要没有波若 不能叫波罗密多 那这是修复 所以前面五度 每一条 都与波若波罗密 相应 那就叫波罗密多了 所以才叫 布施波罗密多 持戒波罗密多 它与波若相应 由此可知 由此可知 波若是关键 能与波若相应 就能成就殊胜的智慧 甚至就是殊胜的智慧 由此之故 故行一切法 而不得一切法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行一切法 不住空 不得一切法 不住油 空油两边不住 这叫 这叫与波若相应 像金刚经的开端 释迦摩尼弗 释迦摩尼弗 若一持不入设位大臣 其时 那是行一切法 虽行一切法 世尊心里头若无其思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也就是这样 他虽行一切法 实际上 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知识 不但没有分别 没有知识 而且不落印象 这是高明 不分别 就不用第六识 不执着 就不用第七识 若无其思 不落印象 就是不用阿赖也识 这叫做什么 利心一识 这个法相宗里面讲 利心一识 如果你能利心一识 与般若就相应 下面说 虽能圆满一切佛法 二语祝法 无知 无趣 如同 祝佛如来 祝佛如来 诸位知道的 并不很多 但是对于西方 净土 阿弥陀佛 大家知道的 都很详细 这一识 圆满一切佛法 就像阿弥陀佛一样 在西方世界 成就大圆满 虽然成就大圆满 阿弥陀佛 没有知识 阿弥陀佛 与一切佛 没有去世 为什么呢 以一切佛 自行空固 所以他心地干净 若无其事 那么也许 同学也问 这往生的人 见到阿弥陀佛 佛来接引他了 那这又怎么说法 阿弥陀佛 有没有着相 有没有取相 给主说 阿弥陀佛 没有着相 阿弥陀佛 也没有取相 阿弥陀佛 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往生 那个人心里 都变现出来的 这是真的道理 变现出 阿弥陀佛 是真的是假的呢 决定是真的 绝不是假的 华严经上说 应观发街心 一切为心造 大臣经上常讲 一切法 从心想身 你心想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就先前 你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在你家前 阿弥陀佛 来了没有呢 不来而来 那往生的人 去了没有呢 去而不去 这个话说的 越说大家就越难懂 我以前跟诸位讲过 就好像你们看电视 播频道一样 只是换一个频道 跟这个含义很相似 把我们苏婆世界这个频道 换成极乐世界频道 那就是了 所以古人有一个小册子 叫生无生论 所谓是 生则决定生 去则是不去 就是说的这种事情 现在这个讲法 实在讲 已经被科学家证实了 科学家讲空间 是多维持的 我们常讲 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 到无限度的空间 这个空间的维持 实在讲 就跟那个电波的频道 差不多了 这个样子 实在讲 换频道 那么由此可知 设法界 就是频道不相同 看你怎么个换法 这个换不需要按钮 是起心动念 念头在 改变频道 现在这个科学 逐渐进步将来 不需要按钮了 你起来动念头的时候 那个频道就会换了 实在讲 科学越进步 跟这个对佛法的解释 越方便 想想 想想佛在经上 这个所说的 都是事实 都不是假设的 所以念佛 佛是一定来迎接 佛不是有心来迎接 你要是佛有心来迎接 那你就错了 佛无心 他才能够来迎接 有心就不能来了 有心跟我们一样 变成反复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一切法自信空固 所以对于一切法 你可以做 你不能执着 不能存着有个德的观念 有德的观念 你就错了 知道一切法 必尽不可等 为什么要做呢 因为因果不空 比如财富 这个是一般人最关心的 大家都希望得到的 你是不是能得到 命里有的就有 命里没有的 怎么求也求不到 命里有没有是 怎么会是呢 钱是修的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你修财不失 不失是因 你得财富是果报 你修法不失 这是因 得聪明智慧是果报 你修无微不失是因 你得健康长寿是果报 你修的什么因 后头就有什么果报 因果不空 你不肯秀因 哪来的果报 果报虽然献钱了 能不能得到呢 不可得 这个注意一定要记住 你今天财富来了 你以为真的得到了 没有 所以这个财货叫通货 像水一样流通的 现在留在你面前 它不会停在你面前 它还是会流逝掉的 它从你面前过一过而已 但是在这一段期间 在你面前过的这段期间 你有权利去支配它 你要把它支配它向善 那你就得善苦 你要不懂的时候 拿这些财富就造物了 那你就收我报 你想得是决定得不到的 这就说明因果不空的道理 因果不空的重要性 我们看到有一些学佛的同修 怎么学佛的 过去发了大财 现在倒闭了 走错无路了 才来修佛 我见到他 不错啊 因为你那些钱 要没有导光啊 你都不肯来修佛了 导光了 反而好了 佛了救了你 你要不导光的时候 成天化天九地 你怎么肯相信佛法吧 还是有善根 还是佛菩萨保佑啊 把你的家财全部搞干净啊 让你在这里觉悟啊 每一个人回头觉悟啊 都不一样 有人在圣经里觉悟的 有人从逆境当中觉悟的 回头的 遭遇极大的困难 他觉悟的 都是过去生中有善根 佛菩萨帮他忙啊 唯一有真正觉悟才能解决问题 你这一生 这人一生太短暂 年轻的时候 懵懵懂懂 还不觉得 像我这个年龄 跟你们的感受 完全不一样 我这个年龄度佛经 经上讲 梦幻泡影 我完全肯定 听了一点都没错 我们一同到台湾的那些朋友 同学同事们 四分之三都不在了 真地像一场梦一样 这四十多年的岁月 将近半个世纪 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 才知道这个生命短暂 生命脆弱 在这想一想的时候 佛法要紧 我们这一生时间短了 来生时长 来生怎么办 从前不晓得 现在明白了 来生最殊胜的是 生极乐世界 那如同经上所讲的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得到一个生 不是这样脆弱的生 金刚不坏生 寿命是无量寿 不是这么短促 尽虚空变发界 诸佛刹土 随你去游玩 你爱到哪里去玩 就到哪里去玩了 你说那多自在 这就说到 生活活动的空间 是无限大 佛说了 佛说了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生到极乐世界 这个问题 就看我们这一生 愿不愿意去 那么怎么个去玩呢 老实念佛 你就决定去了 要记住 老实 虽念佛 不老实 去不了 刚才说了 大师至菩萨 是最老实的一个人 他就一句佛号 念到底 其他的一切都放下 事发佛法 全放下 放下不是不干 还是干 每一天还一样生活 一样工作 不再放在心上 要懂这个道理 心里面 无论做什么事情 若无其事 心里面 只有一句佛号 只有一个愿望 求成监督 那么这个要符合 薄弱 空有两边不住 生活工作照做 不着空 心里面若无其事 除一句佛号之外 什么都没有 不着有 这空有两边不住 佛法也要放下 那么经要不要听了呢 不要听了 那不要听这那法师讲经 一个人没有的时候 这都难过 所以你们还是来听经 来听经是吧 是四 不着空 虽然坐在那里听经 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心里面还是阿弥陀佛念到地 不着油 空有两边都不住 那你到这来干什么 那你到这来干什么 做影响中 为什么呢 庄严道场 让那个初学的人 没入门的人 看到这个道场 这么殊胜 这么多人来的时候 借淫众生 帮助借淫 甚至自己要不要 你自己不需要 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听经 是庄严道场 修般若般若迷途 空有两边不住 至妙诀了 问题是你会不会修 你会修 没有一个不成就 这比什么都重要 在一切法里面 只有这一条路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走得通 决定有成就 要走其他的路 太难太难了 不但我们要修 而且要记住 弘扬 大慈菩萨曾经说过 你劝两个人修 超过你自己修行的功德 你要能劝到 十何个人修 他说你就是真正的菩萨 如果你能劝一万个人修 那你就是阿弥陀了 大慈菩萨讲的 讲的话没错 他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你真正劝的有两个人 念佛了 往生西方 你就成就两尊佛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决定做佛了 你帮助两尊佛成佛了 你的功德多大 你要能帮助十几个人往生的 真正往生的 你不是菩萨 谁是菩萨 这个效果是从这说的 你虽然弘扬佛法 但是你这个弘法力生做得不错 听众也有几千人几万人 可是一个人都没往生 给你说你没有功德 再讲度众生 你一个众生都没度 必须往生才算是得度 如果不能往生的话 那都不算 这个标准在此地 最近韩广章往生 你们大家都看到 他是真往生 一点都不讲 阿弥陀佛来教他从 我们看到这个像 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也送了不少 在家出家的往生 都没有见过这个像 昨天火化了 有神 因为那个场所 太复杂了 警示力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他儿子没有见 他儿子看到 有很多 很漂亮 非常好的 他通通装在那个 锅柜盒子里头 把他封起来了 我说你给他捡出来吧 他没有时间 有神力 很好的神力 真点 他凭什么呢 是不是他自己念佛呢 这个大家都晓得 他一天到晚 嘻嘻哈哈 我没看他念佛 他的兴趣就逛街 在美国天天就逛窝 他念佛 他念佛是什么 临终神念 临终念佛 跟这个十八病完全相应 但是他有很大的功德 护持尽宗 这尽宗现在弘扬到全世界 依照无量受尽修行 依照这个方法念佛往生 太多太多了 那这是他的功德 等于说都是他送的 都是他成就的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 这在这个时代 纯正的复发了 他护持三十年 失踪没有变形 一直护持下去 他今天这么殊胜在哪里 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今天尽宗弘扬到全世界 特别是无量受尽 无量受尽我们古气 虽没有精确的计算 这一般古气的话 应当超过一千万次 分布在全世界 经宗经论的讲解 录音带录音带 也是流变到全世界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 跟东南亚 这些国家地区 念佛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往生的人一年比一年多 我们亲眼看见的 赢谁也思缘 这个功德不能不说 是韩冠冲的 他给我们献身说法 教我们说 如怎样去护发 你真正能护持正法了 你不修也能往生 为什么呢 因为你送往生的人 送太多了 那么多人都往生了 都到极乐世界了 看到你临命中时 那些人一定都跟阿弥陀佛说 我们能到极乐世界 都亏了他了 就赶快赶快去见他 这一定道理 所以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这么个道理 所以大慈菩萨这首记 就是教给我们护持正法 特别是护持净土法 那么经文这底下讲 虽然圆满一些佛法 而予诸法 无止无取 以一切法 自行空谷 这个是把道理说出来了 心底一点清净 灵命中时一定要放下 不能有一丝毫的执着 一切人事无 都不要去管他 一切随他去就好 一心相复 决定完胜 决定完胜 赤宗须知 赤宗经粮里面 都说得很清楚 许多数 须时都许多 一身羞耻的很好 临终这一招错了 也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 怎样送中的常识 没有 所以把他成就 耽误了 非常可惜 不晓得 不晓得这些常识的人 太多太多了 所以这个小册子 一定要看到 看到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心有 我们自己心有 因为你到临终要生病的话 你自己做不了主 完全听别人摆布 那你就完了 如果临终的时候 有一两个冤家寨主 在那旁边 你还有什么成就 什么叫冤家寨主呢 到你这个快要断气的时候 来问问你这个长短 来摸摸你身体 来看看你的头 你就完蛋了 断气之后八个小时 神识离开身体 金上将如僧鬼脱窟 这个时候不要说 你碰到他的时候 他非常痛苦 他躺在床上 你这个衣服 碰他这个床边上 他都感觉到受不了 谁会注意到这个事情 金上将的很久 他走的时候 他躺在那个姿势 不管他 不要提到 他这个姿势不好 不好看 要给他扶一下 那就坏了 他明明能往生 又把他拖下来了 不能碰他了 最好是12个小时以后 你再去动 这个是一般常识 很多人都不知道 海球摸摸 哪个地方最后冷 到底是头顶 还是胸口 去摸摸 这叫要命 要他命 这都是厌价带主 那么我们读了这本小册子之后 看看许多林宗的人 家庆眷属 都是这样对待他 好像这样对待他 都是很平常的 哎呀 这真是 这个儿女是债 这是讨债还债 无债无来 夫妻是缘 有善言 有卧言 约念相报 警告这套 我们都聊之后 警觉是我们自己最好的时候 走的时候 欲知识知 不必人照顾 今天下午 有个老局司来看我 他给我提起来 我都不认识他 几十年没见面 从前 年有念佛团的 老同学 也都七八十岁了 讲到王天秘 王天明老局司 做团长的时候 请我在念佛团 讲了一经 讲弥陀锦 苏超 我在那里讲过几步 这大概是三十多年前 而念佛团的创办人 李济华老局司 他内政往生 我们就要学了 他只在 他往生前两个月就知道 自己哪一天走 所以有空闲的时候 看看这亲戚老朋友 告别 见最后一次年 往生的那一天 他自己的儿女都在外国 就是老夫妻两个 住在台湾 那个时候没有计程车 三轮车 父亲两个到念佛团念佛 坐三轮车去的 坐在天上告诉太太 说我要往生了 你一个人会不会感觉到寂寞 他太太听了这个话之后 你要能往生的太好了 那你就不必想这么多 其实她太太不晓得她那天晚上往生 所以太太同意了 答应了 念佛团那天晚上共修 他们共修就跟打佛妻一样 一致一样 当中老居士们轮流将开始 那天晚上是魏老居士轮到魏老 魏老跟我也很熟悉 他跟魏老商量 他说我们俩调换一下 今天我来讲 当然他是长辈 又是当时的念佛团团长 我就让他去讲 他这一上台 本来的这个开始是三十分钟 他讲了一个半钟题 讲得非常开气 说完之后 告诉大家 我要回家去了 人家以为他老人家在台上 讲了一个半钟题 讲累了 他要回家去了 下了台之后 他讲堂旁边是个小客厅 他在沙发上一坐 就走了 就往这了 他有这个本事 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本事 这是值得我们生死说了 像这样子走 不受人摆布 那你真的往生 真的自在了 这是离老句子 在美国旧金山 干人老太太 告诉我一个往生的故事 这个人是他的亲戚 也是一位老太太 儿女在美国 他到美国之后 就帮着做家事 在家里面 少饭洗衣服 照顾孙子 就干着工作 他是个年妇人 这往生这一天呢 家里人都不知道 早晨起来发现 今天早晨没有烧水 也没有烧早饭 所以就感觉到很奇怪 这老太太今天怎么忘掉 就开他的门 美国老人的房门 没有锁的 门也打开 老太太是盘腿 坐在床上 已经走了 坐着走的 而妙的呢 他把这儿孙的校服 一份一份的 不晓得什么时候做好的 都摆在他船前 后寺他都准备好了 遗嘱也写好了 那家里儿女也看待了 这是欲知实至 大概是小孩上学了 儿女去工作了 他在家里做校服 做衣服 了不起啊 欲知实至 坐着走的 不听人摆布啊 如何才能做到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你就做到了 无国对这个世纪 无论是人事巫 有一个丝毫放不下 你就做不到 你临命中时 能不能往生 是个未知数 除非你遇到真正的 善知识 来帮助你 在关键的时候 提醒你 如果这个时候 遇不到真正善知识 他爱护你 舍不得你 在你面前 哭哭啼啼 这里摸摸 那里摸摸 你就又回来了 阿弥陀佛来了 也没用了 他打转就走了 你就去不了了 你在 接受这些煎熬痛苦的时候 发诚恨心 那你就多三个道 所以这个时候 关键的时候 比什么都重要 至终须知 这个名字 一般人看到 不喜欢 这好像人死了 半死子 半丧事 一般人不喜欢看 但是太重要了 你不喜欢 难道你不死吗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我先印了 一万本 我把那个封面 改了几个字 怎样念佛 往生成佛 这个名字 稍微好一点了 大家看到 也许会欢喜一点 这名字改了一下 怎样念佛 往生成佛 希望大家 一定要重视 你自己家里有老人 或者亲戚朋友 在临终 你要是能帮上忙的话 无量功德 那成就一尊佛 这个功德太大太大了 一生能够成就两三个人 真正往生的 这个自己是决定的 这个功德太大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先开金本 第八十八面 看这个下面 阿拉伯的这个数字 八十八面 从第六行看起 第六行当中 有一个字 空字 这是一个段落 我们从这地方看起 由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 按住六种 波罗蜜多 引进一切知 一切向之道 由毕竟空无趣来故 从这一段看起 菩萨 它上面加了一个有菩萨 意思就是有一些菩萨 如果我们以天台家的讲法 天台将世尊一代十教 叛为藏通别远 四教都有菩萨 虽然 虽然菩萨这个名义相同 而实际上 而实际上他们的境界 全身广辖 差别很大 四教的菩萨 都修 波罗波罗蜜 也就是说 波罗波罗蜜的名字相同 里面前身也不相同 这种情形 就像我们在学校读书一样 比如在台湾 我们念过文 初中有过文科 高中也有过文科 大学还有过文科 那个过文两个字没有两样 也是一样讲法 可是里面程度相差了 就大了 这个四教菩萨所修的 波罗波罗蜜多 也就像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必须要能够体会的 那么也正是大臣经上常说 佛 佛以一音而说法 众生随类过得解 譬如我们在此地 这是般若经上 我们听到这个佛在这会里面所说的 藏同别云四种菩萨 他们听佛说法 领悟的 全身不一样 随类过得解 那么这个情形呢 我想一般同修都能够理解的 就以我们现前来说 我们这里坐下来看看 恐怕也有一二百人 这一个半终点 讲下来之后 大家听了 每一个人领悟的 也不相同 这是一定的道理 那么为什么原因呢 当然这里面原因就非常复杂了 牵涉到过去五十节来的更新 种种不同 所以有种种差别 这一段经上最要紧的是说 安住六种菩萨密度 关键在安住这两个字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也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修学 时间呢 也不算少了 同修当中 也有学了啊 二三十年的了 甚至于比这个时间还差 为什么我们功夫不得力 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呢 我们没有享受到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没有安住 安住两个字的意思 说通俗一点 大家好懂 就是专精 专仪 这才叫安住 安是你心里面没有疑惑 住 住在一个境界里头 真是所谓 一门深入 你才能有成就 通常在念佛法门里面 我们常讲 不怀疑 不夹杂 安就是不怀疑 住就是不夹杂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这是重要的原则 只要你把心安住在这一个境界里面 没有不成功的 所以这两个字很重要很重要 那么这些菩萨呢 安住在六种波罗密度 这真是菩萨的阵线 过去在讲习里面 曾经跟诸位同修介绍过 大臣经上常讲摄法界 为什么会有摄法界 摄法界是现象 摄法界是属于果报 果必有因 因是这个摄法界人心不同 所以形式处境界就有差别了 我们从上面来说 这是佛在一切经上常讲的 佛是平等性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对私对我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这个心平等 佛境界就现前了 换一句话 你什么时候平等心现前 你就什么时候成佛了 佛是平等性 佛是平等性 菩萨那是六度性 他私底下 他安住六波罗密 所以这是菩萨的正性 非常难得也非常殊胜 再往下去呢 原则是十二因缘 因缘心 身闻四地性 在下面这是六道 天道 是十善性 人道是五界性 这里面 这里面还有一个阿修罗 阿修罗是五界十善里面 架杂着共高我慢 这就变成阿修罗了 三我道贪心是恶鬼 欲斥是畜生 成慧是地狱 当然 这个里面的夜音非常复杂 世尊这种说法只是在复杂的 因缘里面给我们说出最重要的一个因缘 菩萨是六度 修六度 才严禁一切智一切向道智 薄若今上这些名乡跟古时候翻的稍稍有一点差别 因是庄严 我们学佛的人 每一天做可送都念回向祭 庄严佛国土 隐言就是庄严 静是清净 这两个字合起来就很明显的交给我们 什么样子才算是庄严呢 清净 心清净 所以过途就清净 身心清净 这是真正的庄严 无量的光收 无量的庄严俱 都是从清净 身心里面 自自然而生出来的 所以菩萨修行六波罗蜜 引进一切智 通常讲三种智 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般若今上讲一切智 一切相当 相智 一切相智就是一切种智 当中道种智神略了 神略并不是没有了 这三种智 说一个前说一个后 当中一定包括这几种 这就是庄严 如来古地上的真实智慧 在一般解释 这个一切智是知空 也就是知一切法的本体 本体是空气的 所以是万法皆空啊 这个说法呢 神一切智 穆罗汉 辟致佛 也曾经证得 虽然一切法体是空的 可是他像没有啊 不能说这个像没有啊 摄法级一阵庄严 这是像啊 这种种种不同的神罗万象 怎么变现出来的 如果能够明了这种事情啊 那他的智慧就叫做道种智 这个道是道理 这个道是道理 不除啊 不除啊 这是这个理事因果 都不出这个范围 因为他多 所以叫种 种是种种 这一类的智 这一类的智慧就是通达明了 一切法的现象 这个智慧叫道种智 在我们这个经历里面叫道相智 那么第三种啊 就是提用 他能够圆容过来 知道提用不二 离四易如 这个智慧才圆满 这叫一切种智 就是此地讲的一切相道智 这是通常讲的 我们解释这个佛陀佛的这个字 他这个字的含义 有智 有觉 智呢 就是这三种智 觉呢 有自觉觉他觉心圆满 智是提觉是用 有提有用 后面这一句话重要 由毕竟空无趣来过 这才是真正达到究竟圆满 所以 所以 这一步大薄弱 我们今天读他的纲要 他的内容 他的内容啊 六百军经啊 六百军经里头有一个总纲领 啊 主要能够掌握住了啊 这个六百军就不难懂 不可得 一切法都不可得 一切法都不可得 这个意思很深 很广 很广 因为有知有觉 不可得 这个没有落空 不足空 因为毕竟空不可得呢 不足有啊 空有两边都不足 一切法 一切法 四十真相 一切法 四十真相 就是这个样子 通达明了四十真相 通达明了四十真相 你才晓得在这个世界 你才晓得在这个世界 怎样厨师待人久 怎样厨师待人久 怎样生活 怎样工作 和 与 一切至 不可得相应 那相应呢 那你就是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 我们世间人所谓的是 究竟圆满的生活 幸福美满的生活 在你这个生活里面呢 没有丝毫缺陷 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 所行事的都是大圆满 这一句总说 下面呢 分开来说 六波罗咪吧 一条一条分开来讲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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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不识 五不艰滩 为假识舍故 五不若金 最难讲的地方 就是这些文字 那你如果说 指着文字 没有不识 没有艰滩 好了 我什么事也不要做了 这叫什么 叫一文解义 三世佛的喊愿望 你看人家 安住六波罗咪多 你要懂得安住 你的两个字的味道 如果你修布施 你布施着相 我今天布施做了财物 做了哪些好事情 哪些人受到我的利益 你就着了相 着了相呢 就不是安住 安住是做了又不着相 你才得到安 你做了着相啊 不安的 你的身心不安的 安时候呢 要完全空掉才会安的 心里头有东西 你怎么会安 所以大家的心都不安了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不安呢 因为你有忧虑 你有牵挂 你有思前思后 你就不会安 你要果然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 像金刚经到最后 无知也无德 那你怎么不安呢 你跟诸佛如来一样的安吗 有丝毫牵挂 有丝毫的念头 你就不得情啊 但是有一个念头除外 念阿弥陀佛 行 念阿弥陀佛 没问题 除念阿弥陀佛之外 任何念头 你都得不到安门 你阿弥陀佛可以 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一个特别法门 吴布施是告诉你 布朱布施的相 经上常讲三文提空 这才是安住布施波罗米安 布施是手段 是方法 阿弥陀佛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破除我们 无实际来最严重的一个烦恼 牵挂 牵挂 牵是吝啬 自己有的 捨不得 啊 贪是贪求啊 不施这个手段呢 就是对付牵挂的 你看牵挂烦恼 烦恼没有了 烦恼没有了 不施波罗米就圆满了 假如这个坚贪烦恼断掉了 没有了 你还炙了一个不实的香 你这个波罗米不圆满 你还炙了些 后面这一句就更妙了 我一家事舍故 这个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 为什么呢 我们烦恼没断 那真的要吃药 那对付我们的烦恼 用布施对质坚贪 那么这一位菩萨 这不是普通菩萨了 高级的菩萨 华言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有发生大死 这是他们的境界 他们烦恼断了 布施波罗米圆满了 还要不要修布施波罗米呢 他还修 他继续不断地修 那他为什么修呢 他不是为自己 为利益一切众生 就是说给众生做个榜样 祝福菩萨 道家此行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 所作所为种种表现 假设事故 是来帮助初学的 他自己已经达到圆满了 前面两句是圆满了 自立圆满了 后面这一句 立他圆满 所以一样还是情修布施波罗米 做样子给人看 第二句 五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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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家是实惯 持戒是手段 目的是破卧 反复 五境界来迷惑 不过颠倒 齐心动念 都为自己 职着我 齐心动念都想到我 这是毛病 这是毛病 为什么说 想到我是毛病 你 诸位 必须要知道 你 必须要知道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很明白 六道是怎么来的 六道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有我执 法治 才无缘无故变现个六道轮回 因为有法治 所以才变现出十法界 原来我这个念头啊 是六道轮回的根源 所以佛说了 我执破了呢 六道就没有了 这通常讲 整阿罗汉谷 整批治佛谷 阿罗汉批治佛 他的本思 就是把我破除了 换句话说 齐心动念 不再有我这个念头 六道就没有了 如果法治在破了 那世法界就没有了 这就是欺辱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是诸佛如来 与大菩萨们 他们修行的出所 他们活动的空间 跟世法界这个理念 不一样啊 因此 六道凡夫 齐心动念 都是我 我们不能不承认 那正如 那正如 第一章菩萨 本愿经 就都所说的 言福提众生 齐心动念 无不识罪呀 说得更清楚 更明白了 而言语造作 念头 念头是总指挥也 念悟 身口怎么会善呢 佛教导我们 用持戒这个方法 来破窝 佛告诉我们 哪些事情 我们应当要做的 哪些事情 我们不应该去做的 佛说应当去做的 我们认真努力去做 佛说不应当去做的 我们决定不去做 这就是持戒 应不应当的标准在哪里呢 实在上 诸位仔细去观察 不难体会啊 我们把它揭规起来 答案 显现出来了 凡是利益一切众生的 佛都叫我们去做 凡是说利益自己的 佛给我们讲 不可以去做 利益自己说 正常无知 正常贪嗔痴慢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做 这在戒律里头 我们找出这个标准 所以佛与菩萨们 他们给我们做了示范 齐心动一 都是为一切众生 他的心平等 清净广大 那个心一动啊 就是静虚空变发阶 一切众生 没有说是为我家里几个众生 为我们这个团体几个众生 没有 你看那个心量多大 静虚空变发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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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戒波罗密圆满 这个两句是自都 跟前面意思完全一样 无尽戒无犯戒 这个清净犯戒 这个是两边的 两边的相都不可得 可是他还有没有吃饭的这个样子呢 有 吃饭的样子 为假设事故 他表演给我们看 有表演持戒的 有表演犯戒的 两种人都是善知识 两种人都是佛护萨 诸位在大臣经上看到 小臣经上也有 佛当年在世 有一些弟子 像穆建林 摄利弗 加摄尊哲 这个诗给我们表演 像唱戏一样 他唱正派 他表演的是持戒 戒律很清净 像提波大都 六群比丘呢 他们唱反派 完全搞破戒 都是佛杀 都是佛于大佛杀 那么让释迦牟尼佛呢 在当中啊 来评判 对这个持戒的赞叹 对悔不犯戒的货吃 其实呢 做给我们看 他们有没有持戒有没有犯戒 他们真的没有 他们真的没有 所以我们不可以把他们当做 反复来看待 那你就错了 这些都是 祝佛如来 大菩萨实现的 像唱一台戏一样啊 他们都是表演某一个角色 表演得很逼真 让我们在这个里面觉悟 所以他有表演 这个表演就是假设事故 为什么说个假呢 表演也不知足 换一句话说 他的心 依旧是清净平等剧 他没有米 只是舞台上表演这个角色而已 表演的 表演得再逼真再香 也是若无其事 那就是假设事 第三 我安忍 五分会 危及哈摄事故 这是六度里面的 忍如波罗米 忍如 你看 在这个地方 你看在这个地方 这是 玄庄大司翻的这个 是按照 凡文 语言文 多半是质疑的 暗忍 六度里面的 忍波罗米生暗忍 古得已尽 没有照这样翻 他把这一条翻作忍如 这个是有特别的用意 因为在古时候的中国人 对于这个 忍如啊 看得非常严重 我们在古书里的常读过 说 思可杀 不可如 思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知识分子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这样的 这样的人呢 杀头 无所谓 忍如不可以 所以把这个如看得这么重 这个古得翻经的时候 就翻作忍如 如都能忍呢 还有什么不能忍呢 没有一样不能忍 这是个特别的义法 实际上的意思是 男人 人 在菩萨这个修学六个原则当中 我们称为六度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佛在金刚般若上 金刚般若经 大家都念过 它是六百卷里面的一卷 其他的这个般若经呢 我们不见得念过 金刚经念过 你看佛在金刚经上 将这个六大纲里 有说的很详细的 有说的很简单 轻描淡写 带过就完了 唯独不识跟忍如讲的最多 这个道理就是说 这六条纲里面的 这两条最重要啊 不识 是 能修福修慧 你要想修福修慧 急功累得 你怎么修呢 修不识 而忍如正是成就 你虽修 如果你不能忍 如果你不能忍 你的成就很有限 所以佛说 一切法得成于忍 这个一切法是什么 世间法跟初世间法 你要想成就 忍 男人就太重要了 你不能忍就不能成就 所以忍是一个人修学成就的 关键的所在 越是大的成就 越要大的忍耐 特别是对于成会 这个地方叫奋会 更要忍 这个就是遇到 心里面不如意的事情 往往一般人呢 就发脾气了 成会也动了成会心 这个经济也兴起 而实际上呢 忍如的范围非常广大 瞬进也要忍 不能单看逆进 瞬进也要忍耐 瞬进不生贪念 这个世间人遇到瞬进 贪爱留念 捨不得放下 也错了 所以顺利境界都要忍 一切境界当中 你能真正做到 如如不动 实际上这个如如不动 是底下禅定波罗宾 但是你要想到 禅定是以忍如为前方病 忍如是禅定的前面的功夫 不能忍那来得定 所以一定要能忍 顺利境界 什么样的境界都要忍 然后才有底下的精进 才能忍